我开始record ok 在这一课里面呢 我们是注重在 chapter 5 所以 chapter 5 这一课呢 我们称它为 trigonometry 所以 trigonometry 这边有写到三种 一个叫 sin 一个叫 cos 一个叫 tendon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一课里面 我们要注重在这三个的 symbol 这三个的symbol 所以通常假如你要 注重这三个symbol 我们先要从一个 直角三角形开始 我们一定要从一个 直角三角形开始 所以现在我画出一个 直角三角形 ok 在这直角三角形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angle let's say这个angle 我们称它为 theta 记得角度的对面呢 永远我们称它为 opposite 角度的对面呢 永远称它为 opposite ok 等一下 所以这个对面 叫 opposite 然后再来 90度的对面 然后再来 我们称它为 hypo andless ok 然后90度和angle之间呢 我们称它为 adjacent 所以你要记得 所以你要记得 角度对面 叫 opposite 90度对面 叫hypotenous 90度对面 叫hypotenous 角度和90度的 角度和90度的之间 就叫adjacent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这三个东西啦 在这一刻 ok 姓柔你考试什么时候 姓柔 姓柔考试什么时候 7月啦 可以啦 我到 到 这个两个星期多 就交完了 所以到时候 走回去goes done 来得及放心 ok 所以在这边呢 当你一知道 这些东西有过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ok let's say 我画出直角三角形 ok 这个是我的dita 这个叫ayam 这个叫babi 这个叫zatin 请问我的 我 叫什么名字 我的babi 叫什么名字 我的zatin 叫什么名字 ok like 可以给我知道吗 a 叫什么 a 叫什么 然后b 叫什么 c c 又叫什么 可以给我知道吗 来我们的o c s 你最可爱了的 a叫什么名字 o c s 对面 永远都叫 对面 永远都叫 b b b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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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度和 angle 之间 90度和 angle 之间 这个叫什么 90度和 angle 之间叫什么 ok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 错了90度和 angle 90度和 angle 之间叫 aggression 记得 ok 然后90度对面 90度对面 最长的 那个我们才叫 hypotenus ok hypotenus 所以你要记得 ok 最长的 我们才叫hypotenus 最长的 我们才叫hypotenus ok 我们再来做多一个 let's say 我给你们的题目 是这样的 ok let's say 我的题目是这样 let's say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angle ok b q r 所以我要叫你写出我的 pqr 它叫什么名字 pqr 它叫什么名字 pqr ok 来我们有请 我们的下一个 n倒吧 ok 有人给我打了 p是hypotenus 对吗 所以p 你会发现 它是在90的对面 所以这个对 所以这个叫hypotenus ok p是hypotenus hypot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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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q呢 q叫什么 q叫 opposite 对了 你看到吗 它是angle的对面 所以q是 opposite 对了 ok 然后r呢 r是什么呢 r是 90 angle之间 所以这个叫aggression 所以你要记得 所以你要记得 这三个角度 你要记得 这三个角度 ok 来 pokemon一分钟的时间 赶快copy完它的nota一下 一分钟的时间 你要画的是直角三角形 记得 它是直角三角形 ok 在我们的这边里面呢 当你写了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做多几个啦 看你们能不能啦 ok identify 所以我要你们的是属于 单罢的帮我填alphabet 所以怎样填alphabet法呢 也就是说我画一条直线 ok 我分成三个 所以在这三个里面呢 什么呢 第一个我要你填的是hypotenus ok 等一下它的字体太大了 应该 ok hypotenus 然后第二个呢 我可能我要你填的是属于什么 我要你填的是opposite 然后最后一格呢 我要你填的是adjacent ok 然后在这边我画了几个的三角形 ok 所以我的三角形的第一个pattern M and and p ok ok 然后第二个三角形的pattern 它们都是直角三角形的 A B C E Q R E Q R 所以我要你帮我填一填 ok 填完了的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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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的对面我们称到为opposite ok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找得到 然后第二 90的对面就叫hy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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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剩下的呢 我们就来看的就说他们之间 Angel和90的之间就叫aggression ok Angel和90的之间就叫aggression Angel和90的之间就叫aggression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yes get it 能吗 有吗 ok 来 网课的鲜生 ok吗 有权对吗 网课的鲜生 ok吗 有权对吗 ok 所以你们懂得syn cost tangent hypo tangent opposite 而aggression 怎样分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们的主角了 所以到底什么东西主角我们要去看呢 到底什么呢 ok 所以来我要你们看一看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会学习三个最主要的formular 第一个 syn theta 所以我们的formular是opposite 无一 hypotenous 第二个是cos theta 所以我们先它会adjacent 无一 hypotenous 然后第三我们的是tengent theta 所以我们是opposite 属于我们的adjacent 所以从这边简称呢 所以从这边简称呢 因为第一个叫s 第二个是o 这个是h 所以我们就有sort 这个c 然后a h j t o a 所以也就是说你们要配的formular就是sogato 你们要配的formular就是sogato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béson这边来找出我们的答案了 okbéson这些东西来找出我们的答案 来,我要你们先抄,先抄这几根字出来 OK,当你们写了这个了过后 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来写看了 OK,就好像我通常我都是很喜欢这样 先画出他的格子先 所以第一个 可能我要学习找的是sine theta 第二个是cost theta 第三个是tengent theta 先我已经写了,先cost tangent 先我们是sor,sor是opposite 除以我们的hypo cost是gah,adjacent,除以我们的hypo 然后tengent,opposite,除以 adjacent OK 所以从这边我们要知道这三个东西了 所以当我要学习这三个东西的时候 我首先我先要画一个三角形 所以这个是theta 这个是b,q和r 所以刚才我们有讲到 角度的对面,这个永远都是opposite 90度的对面,这个永远都是hypo 90和角度之间永远都是adjacent 所以先我要教你找sine 我的sine这边呢 formular是o除h o是q,h是r 所以我的答案就写q除r了 然后我的cost呢 他的这边是a除h 所以a是p,h是r 所以b除r了 然后到最后tengent是o除a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边tengent opposite是q,adjacent是b 所以这我们要知道的了 OK 然后假如我画的三角形是这样 m 然后这边我的角度 m n p OK 所以angle的对面m是代表opposite 90angle这叫adjacent 所以90对面这叫hypo 所以假如我要教你找出我的sine 所以我的sine是opposite 除hypo 所以我们就写m除b了 然后cost呢 它是a除h a是n h是b 所以n除b 然后tengent呢 是o除a 所以你的答案 ok 好 再来下一个 假如我后来给你们的题目是这样 ok ok 所以从那边 所以从那边 角度对面我们知道这是opposite 90对面hypo a和b之间 这个叫adjacent 所以先你要找sine 你的sine在这边是什么 o除h 所以你的o在这边是多少 你的o是ac 然后h呢是bc 然后你的cos呢 我们在这边是ah 所以你的a是ab h呢是bc ok 然后再来你的tengent tengent是oa 所以o是ac ac 然后你的a是ab 所以这就是你要的东西了 ok 来我先给你们copy先 快copy down